汪小菲进的中国连锁餐厅开分店开到了台北 在今年1月初是轰轰烈烈开幕 不过半年的时间现在却惊喘倒闭危机 根据平面媒体报导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副会长张伟 来台湾在一场财经论坛上爆料 撬江南不敌台湾高成本的压力传出经营危机 不过今天业者是大动作出面澄清 表示目前在台湾还要开第二家分店 绝对没有倒闭的可能 也不知道说为什么外面大家都会一直传说我们很贵 然后让其实很多没有吃过的人就一额传额 并论媒体业者直接跳出来否认 一人大艾斯夫家在台北信义计划区 开设的餐厅撬江南惊传倒闭危机 引发各界争议 因为他可能是以大陆的企业在台湾投资的状况 那刚好我们是最近一个就是独自进来的一个大陆的企业 所以他就拿这个举例 职务贸易促进会副会长张伟在6月29号来台受访时表示 台湾投资法规对于大陆企业不友善 还点名知名的连锁餐饮企业翘江南 都因为不抵台湾高成本压力传出了倒闭的可能 而民众也表示翘江南确实给人高不可攀的印象 对料理菜色没有兴趣而且价格也是比较高一点 翘江南餐饮企业是在2000年由张兰一手创立 并在大陆建立了餐饮王国 到了2001年12月28号传出要在台湾设点 并在新一计划区试营运 到了今年初正式开幕成为该集团的第55家餐厅 主打高服务品质还有精致穿菜备受政商名流青睐 但面对台湾的消费者抱怨菜色太油 还有价格比较贵的情形 业者也强调会进一步改善 并强调翘江南的业绩始终都有成长 甚至还不排除开设第二家分店的计划 也强调绝对没有营运的问题 中文新闻 陈俊杰 回家镇 A3G小宿 台北小宝报道